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它的包装就是这种津津灿灿灿的啦 嗯 它家的质感是没得说了 16号 Scarlet那个 也不是说格外滋润或者哑光就是它最经典的那个 然后我这一支是薄涂的 薄涂呢 它的攻击力就没有那么的强 嗯 然后我目前是只画了一点眼线 眼影也没有画 睫毛也没有夹 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分享一下我的喜悦 因为其实我长草很久了 但是什么它比较火的26啊 20啊 还有现在比较新的那个颜色 其实我都还是觉得没有说那么的适合我吧 我觉得现在啊 买了这些东西之后 其实我不算美妆博主里面买的非常多的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美妆博主 因为我所拥有的品类实在是太少了 跟尤其是那些小红书上面 动辄五分钟视频里面能开三次十样东西的博主 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这个盘子是我做了很久的功课 然后我觉得它会比较适合我的风格 我觉得大家买东西也是就是要买适合你风格的 比如说大家都夸它其他的盘子好看 但是我可能看来看去 还是会觉得这种风格比较适合我 就是比较清淡挂的 然后稍微偏大地 比较适合的更通勤更百搭的 然后它外面就是它自己的那个绒布套啦 里面就是登登 背面就有写它的这个色号 我买的就是01 Golden Mink 正面就是这个样子闪闪亮亮的 它虽然也有一点指纹收集的感觉 但是它总的来讲应该没有NARS那么夸张 这里就是它的那个logo啦 Tom Ford 因为大家肯定很多人都有看过它 全系列的眼影颜色的赤色呀对比什么的 所以我这个真的就很小儿科了 它这里是有一面镜子的 然后上面也是有它的字 然后这边是它的四颗颜色 下面是有附带两个小刷子 一个是这种稍微偏胖一点的这种刷头 还有一个是尖尖的 这里也是有它logo的 那这都是比较偏海绵头的那种 有一点硬度的 另外一个刷子是毛毛的 毛毛的 地边也是这种海绵头的感觉 黑色这边 然后这边是小毛刷 是有一点点弧度的 这种白色 不是一个完全平头的 这种毛还比较细 摸了一下 你们看这个盘子总的来讲 就是一个比较清淡的那种 我是完全没有打光的 外面今天天稍微有一点点阴 但是就是没有大太阳 然后也没有下雨的状态 自然光线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闪片实在是 有美到我 这个金色的闪片实在太漂亮了吧 好清透啊 哇这两颗闪片都好漂亮啊 怎么这么漂亮 这个闪片直接这样拍不出来 我等一下给大家拍啊 然后试一下另外两颗 它的质地真的很丝滑 然后颜色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延展度也很好 那些博主都是怎么把这个颜色 试出来那么深的呀 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很清淡的 不容易下重手的那种 这样拍是拍不出来的 我拿下来相机给大家拍一下 你看它左边这两颗闪片就是它 上面的这两个颜色 金色的和这个棕金色的 我觉得我拍不出来它那种 波光淋淋闪闪的美 右边这两个就是它 下面的那两颗颜色 它左边这颗棕是很淡的 但是有一点细闪的 很高级的那种珠光的感觉 右边这个棕也是比较淡 比较高级的那种 就不会显脏 我觉得应该是随便摸摸 都会好看的一个盘子 我现在试着来画一下 我就直接对着这个镜子画了 我决定拿这颗闪片做打底 就是最左上的这颗颜色 我用刷子试试看 如果不行的话 就直接用手来沾 哇 这个闪片真的好漂亮啊 真的好清透 好漂亮 你们看 它这个闪能看出来吗 好透 好好看 我两只眼睛都加了 哇 这个闪 哇 这个闪真的绝美 我跟你们讲 太漂亮了 就是非常清透 又非常高级的那种闪 接下来会铺一层这个颜色 在眼睛 比刚刚那个闪片的范围小一点 哇 它这个 真的很好占取颜色 它左下的这个棕也好美啊 因为它里面是带一丢丢细闪的 包括它右下的棕也是带一丢丢细闪的 它们虽然不是闪片 但是是有光泽的那种 这是铺过左上的闪片和左下的那颗浅棕色之后 然后我会用右下的这个棕去加深一下后面的眼尾和前面的眼头 还是用这把刷子洗一下 应该画一把小一点的刷子 但是我在这个房间不太方便 哦 这个显色度 你们看 完了 但是应该不会放车吧 哇 它这个晕染度真的绝了 翻车成这样了 但是我一晕一晕它就晕开了 我的天哪 爱了爱了 姐妹们真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是右下这个加深过之后的效果 但是它现在有一点一坨 但就算是这样的情况下 眼睛感觉还是非常的好看 很有神的那种 就是手残都是没问题的 你看我刚刚的手多残 我现在拿一把晕染刷把它晕开 让它不要色快就是边界的感觉 让它跟周围的颜色稍微融一融 真的好好看 我喜欢 它就是可浓可淡的感觉 然后也不会觉得很脏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 然后我会用手指叠一点 右上的这个亮片在我的眼皮中央 它看上去是那种棕的亮片 但是其实它刚刚在我的手上 只是稍微有一丢丢底色的亮片 有点像牛郎 它的亮片做的质感绝了 现在咱拿一把很小的刷子 粘一下左上角的这个清透的亮片 在眼睛这边握残这里 它的粉真的糯糯的很好取粉 像好多盘子里面那个亮片 如果拿刷子是不太好取的 如果是上班族啊 我觉得这一盘子就够了 买了它你什么盘子都不用买了 哦 我想到什么形容了 就是感觉你这个人是很会画眼妆的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眼妆 因为叠了一点点这个棕 所以算是稍微有一点点浓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要是不叠这颗最深的颜色的话 它会变得更加清透 更加的自然 先把它扣起来 啊 我的心头好 它现在容赌我的最爱了 超过了我CT的意义怎么办 你们看 整个眼睛就是非常的 清透当中又有一点点深邃很高级 而且重点是 我都可以画成这样 你们肯定会画得很好看的 而且现在是没有加睫毛 用睫毛膏的效果 买起来买起来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好看 Tom Ford的01 Golden Mink 非常高级 显得你整个人很会化妆 而且很优雅 我觉得这个盘子可以一直用到好大的那种 我跟你们说啊 现在流行的一些粉粉的橘橘的盘子啊 买了一轮之后我就会觉得季节性太强了 像这种 像Gona Mink这种颜色就会真的非常百搭又很高级 我被我儿子传染的有一点点感冒 所以你们听我声音有点奇怪 喜欢这个开箱加一个眼妆的分享 然后我入了一个苏库的睫毛夹 它里面有还两个替换心 它这个两端的头是有点方的 不是那种圆圆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用的是直寸秀那个嘛 然后我就想换一个苏库的 它的这个范围会更大一点 可能更好夹 我拿我的手机照一下好了 直寸秀的那个睫毛夹 它的前面和后面每次都要调整半天才能夹到 目前拿着它的感觉 手感是很好的 这是我单纯夹过睫毛的效果 我好像真的变长了很多耶 真的还蛮好用的 它把我的后面尾巴那里都夹到了 我现在把左边也补齐 它好像真的可以一下子把我的前面和后面全都夹到耶 有一点神奇哦 两边都夹过之后 是这样的 还没有用睫毛膏 爱毒纱的睫毛打底 你们会夹下睫毛吗 我不会耶 哇 我看到大家能够那样反过来夹下睫毛 我都觉得超神奇的 所以其实我的骨子里是个手残嘛 我现在发现 越是手残党 买这种眼影啊 就又要买偏大地的自然色系的 稍微刷了一点点睫毛打底 哇 配上刚刚的TF01更好看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睫毛夹我也很喜欢 嗯 今天这个快速的眼妆就结束了 开箱加眼妆 我又买了《魅女郎》的一个化妆刷 有一次开箱给大家开过 它的那个指腹遮瑕刷还挺好用的 还开过一个王菲菲推荐的什么 反正是他们家的 P号是A102 特别特别小的一个斜角的这种 有一点硬度的 很薄的一个刷子 因为我想多尝试用眼影盘里的眼线色 去画我的眼线 所以我就想做一把比较好用的这种 扁扁的 很小的 适合去画眼线的这种眼线刷 然后它的毛也是薄薄的 很整齐 杆子也是很好抓握的 比较细 也很轻 就可以用完这样画眼线 仿佛很专业的样子 多脸就会更好 但是现在疫情 然后又带娃不怎么出门 然后是一个粉底液 我已经种草并且观望很久了 因为我是混合型的皮肤嘛 一个直层袖的小方瓶 它是那个磨砂的小方瓶 因为我蹲这个色号蹲了很久 它那个中性1584 Fair Island 大家要认准是这个磨砂的小方瓶 不是它那个奶油小方瓶 奶油小方瓶的风瓶还是挺差的 我看干皮用起来也并不是很好 偏油的就更不要多说了 偏持妆型的粉底液 所以就是上两了之后要快速的拿美妆单啊 或者说是粉扑扑开 而且要把妆前保湿做好 它就比较控油 这个是SPF24 PA3个加 35毫升 它这里的logo是这个样子的 也不是磨砂的质感 但是就是有一点雾雾的 拔开来之后里面是一个泵头这样子的 它那个黄调最白的好像是784 然后我还是买了中性100 584 比较不容易踩雷吧 如果用了觉得好用的话会跟大家推荐 最最后一个 我最近想尝试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嘛 但是我又不知道会不会适合我 或者觉得好用啊之类的 所以我就入了三个小样 都是2023年10月份到期 一个是5毫升 如果要好用的话以后就可以买正装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塑料小可可的感觉 味道就是还蛮常见的那种 面霜的那种香味 质量感觉还挺绵密的 我一共是入了三个这个小样 我就想着反正买也是买吧 我就买了三个 好了那么这就是我这一次非常简单的购物分享 主要是想给大家做一个 Golden Mink的眼影实测上脸 没有踩雷非常喜欢 然后苏库的睫毛夹也很好用 推荐给大家 尤其是相对有一点点手残的姐妹 没有什么技巧的随便抹抹都好看的这个眼影 它真的很好看 包装质感也很高级 两种闪片都非常好看 很清透 另外两个颜色也非常的实用 很喜欢很喜欢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我觉得也会非常适合 你就是早八人简简单单的画一下 也会非常好看 而且会觉得你的眼妆仿佛画了很久 用很多心思的那种 小心机 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欢迎你能够关注我 我是Crystal 多多的三连弹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